水性洋花的女人,徐维恩分手Kate后马上命令新欢代码高一祥,孩童居中。 去年11月台湾女神徐维恩和Kate分手,闹得沸沸扬扬。 有人爆料其实她早在2017年10月领结新欢,且对方是她的马来西亚籍师弟绿瑞。 她在社群网站放出多张照片,背景都和南方相同,两人疑似同居中。 徐维恩和Kate分手后,两人持续维持朋友关系,外界多看好两人有机会复合。 未料,据苹果日报报道,有知情人爆料,她2017年去马来西亚拍戏,和马来西亚籍师弟绿瑞认识,1月起就开始追踪对方IG,但疑似为了避嫌,现在又取消关注。 不过,反反复复复引起外界好奇,加上南方2月9日,曾贴文表示Cooking Don't Would Care is an Act of Love,用心捧调是种爱的表现,被怀疑当时就心有所属。 14日白色情人节,吕瑞也被发现,PO出的情人节大参照,桌面和徐维恩即使动态的桌面一模一样,且主菜就是许的拿手菜卤肉,女方在消息走漏后,也将该则动态删除,更留给外界无限想象。 而他不久前,PO出的水饺照片,桌面又和情人节大餐当天一样,打卡地点在台北,两人疑似同居的传闻不静而走。 爆料者更质疑,徐维恩和Cooking Don't既然在2017年11月分手,为何12月到2018年1月,频频被拍到南方街机,陪去妇产科,同回住宿等照片,直指,照片等资料是分手在做的? 是为了掩盖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。怀疑他无逢接规律锐。 2013年,徐维恩,Kid开始被拍到频频出游,传出绯闻,但两人打死不认。 2016年,徐维恩公开认爱,强调会很小心翼翼对待这段感情,童年南方还放话,已把他当老婆,存到三千万元,就准备娶他。 2017年,徐维恩在第52届金钟奖,和Kid一起走红毯,因他生日时,遍男友怀孕,男方还开玩笑称,平常都有偷偷戳破保险套。 之后,两人频频被拍到街机,陪看妇产科等照片。 2018年,2月13日,情人节前夕,爆出徐维恩和Kid分手,男方起先否认,他则在当天出席电影首映,任了两人分手,之后却频频被拍到互动亲密。 2月22日,2月22日还被拍到同游泰国,男方也说两人努力复合中。 3月28日凌晨,则爆出他早就和师弟绿瑞武逢结鬼。